一人节一行人来到岛上旅游 岛上各种美食让众人看花了眼 可惜策划小气 没有给他们经费 导致他们只能寻找村民 看看能不能干点零食工的活 换鞋吃的 他们来到周瑜的烧烤店 发现周瑜十分可怜地趴在地上哭泣 询问得知 是他心爱的小乔不见了 原来小乔和周瑜也只是想来这个岛度假 但被这里的美景给吸引 于是决定在这里过一段没修没骚的幸福时光 于是两人顺带干起了烧烤的买卖 周瑜控火 小乔一旁长风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近期却接连发生店内离奇失火的事情 特别是今天早上 小乔都和周瑜说好 和大乔见面后就会回来 结果一去就不复返 店里的烧烤炉子也不见了 如今的周瑜只想要找回小乔 敌人杰为了混口饭吃 决定帮忙调查此事 他们来到厨房 发现地上有火烧的痕迹 这些痕迹很像某个英雄的技能 由此推断 炉子和小乔不是一个案子 而是两个案子 而厨房地上的痕迹 很明显是安琪拉一技能火球术 和三技能炽热光辉造成的 所以炉子就是被安琪拉偷的 原来安琪拉嫉妒周瑜做的烧烤 比他做的好吃 就偷了周瑜家的火炉 在花木兰的一顿开导下 安琪拉深感自己做错了 为自己的过错痛哭流涕 不过他也告诉敌人杰 偷火炉的时候 看到小乔出门才进去的 而小乔的失踪 大乔才是最关键的 就在众人未去哪寻找 大乔烦恼的时候 大乔就出现在海滩边 敌人杰想了解小乔的情况 结果大乔直接把众人传送走了 那么大家知道 大乔为什么要将他们传送走吗 不好 是大乔的雪窝之门 到底有什么目的 轻一叮了 叫叫叫 轻一叮 FDP 轻一叮